接下来请把这个进口资料 进口资料往左边翻一半 因为这一格我想要去放这么多年来 就是什么指呢 就是那个进口总金额 好了 来请选到空白的地方 这个地方 我用的是卡片工具 卡片 卡片它就是很适合只放单一个数字 所以请选卡片 卡片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有看到进口吗 进口 请勾这个值 值 因为必须要跟你们稍微商量一下 就是说我们是用大数据的角度来去看 请问一下三格十亿 那是因为正规英文的一个面板 可是我们不习惯 甚至我们还有万这个单位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就真的有同学他宁可三位一撇 他也不要放三格十亿 可以吗 我倒觉得应该还好 那个 我们 我们 因为已经 这个数字已经够大了 我要强调讲的是 这个值 这个值 建议 建议哦 就是用这个千分位符号 然后小数位数 变成 比如说一位 两位 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我觉得还比较有意义 就是容我讲三点零三个十亿 我觉得这还比较有意义 不然就是讲那个三点零个十亿 听得懂吗 这项科学符号表示法 尤其你要知道进口的纸板就很大 对不对 好 要先点到这个值 你第一 因为你要改的是这个值 它的样貌 它的格式 所以你先选到这个值 然后 这边 这边就有它值的设定 好 我希望这个值的一个呈现方式 是计算到小数位以外